211 投資理財 首選手遊龍頭騰訊 2015年7月20日投資理財019陳輝陳漢超 相關股份、手遊行業競爭激烈 首選必然是當中的龍頭企業、龍頭騰訊的業務多元化 當中的手遊收入更成為增長量點 目前市佔率如30%,大幅拋離第二位約五倍 龍頭地位穩於泰山,除了手遊業務 騰訊主要於中國的用戶提供互聯網及移動增值服務 網絡廣告服務以及電子商務交易服務 其股價表現硬靜,絕對配得上股王之名 手遊增長成兩點集團早前公布的首季業績顯示 QQ及QQ空間首益於中國手機用戶群 能進一步增長及用戶參與到提升 首季QQ智能終端用戶達6.03億戶 我年升23.1% 微信及rechat月活躍我年升38.8%至5.49億戶 增長速度十分理想 移動遊戲業務方面 由於季度用戶增加 實現強勁的同比收入增長 於第一季,包括透過 QQ手機版及微信的遊戲中心 應用保應用商店及其他渠道分發的智能手機遊戲的總收入約為44億元人民幣 下同、網總額計、同比增長82%、增長福度拋離同業 崇銀最近發表的報告 預期 今年第二季,騰訊收入破年增長25%至247億元 預期增值服務收入破年升26%至198億元 主要由移動遊戲、微信及QQ的貢獻帶動 該行有預料,移動遊戲第二季按計升14% 而網上廣告收入則破年升86% 給予買入評級,目標價188元 QQ公眾號級今次外,騰訊最近推出了 QQ公眾號和微信一樣 QQ公眾號分為訂閱號和服務號兩種 得銀子、騰訊有效擴大移動 QQ的生態 今年首季越活躍越活膜,達8.32億個 微信推出公眾號三年,已達到一千萬個以上的公眾號 微信於去年第三季,開始利用廣告、外部連結、訂閱及下載移動程式等,去獲取收入 另外,於公眾號的頂部,設有廣告欄位、收費按點擊率計算 去年該服務佔公司整體廣告收入3% 該行寮今年將升至14% 又指開前QQ公眾號可以吸納廣告 調2016年及2017年,公司收入的15%及23%來自移動廣告 股德銀級與其買入投資評級,目標價178元 策略上,騰訊在於7月初的小股災中調整不多,很快已收復失地 上週收報153.6元,建議150元樓下買入,目標價170元、140元指食 以及股值吸引力,00799主要從事網絡遊戲的開發及經營 手遊業務佔總收入達93% 增長常算對辦,截至今年3月止,集團營業額上升21.6%至5359萬元 美元、夏同、純利上升2.2%至1395萬元 同樣主要從事手遊業務的博雅00434則少賺7.5% 此外,亦已成功轉主板上市,將有助提升股份的流通量 亦有利集團未來的融資活動,亦建議低至吸引水平 因此建議4.4元以下扣入,目標價先看4.8元、4元指食 發アbag 無限於市場 不等電池 亦